全球多个国家展开塑料用品兼工战 是尽量可以减少对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影响 拥有6600万人口的英国 主要超市多年前开始减少产品的一次性塑料包装 起初成效不错但却无法持之以恒 十大超市巨头具有7家去年无法达到减速的目标 使用的塑料包装飙涨超过90万吨 数字非常惊人 减速口号打得再响亮 对大部列颠的超市巨头而言 似乎只是政府或环保组织的一厢情愿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与环境调查署发布的一份报告 英国十大超市所使用的塑料包装 数量从2017年的88万6千吨 剧增到去年的90万3千吨 只有三家成功控制塑料产品的使用量 根据十大排行榜 阿斯达超市和阿尔迪超市垫底减速成效不张 至于在前年排行中靠后的英国第二大连锁超市 森保利去年大刀阔斧 推出一系列减速政策 成功在排名几上前三 紧随在维特罗斯超市和莫里森超市之后 要在商业利益和生态平衡之间取得平衡 考验着超市巨头如何祭出两全其美的策略 当然没有需求就没有供应 只有消费者一时觉醒 从改变生活习惯做起 才有旺潮零塑料的目标前进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